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QA時間 最近有人在田徑場遇到我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膝蓋在跑步受傷之後 到底適不適合繼續運動呢? 那如果真的要繼續運動 適不適合去買護膝或是肌貼 來幫助他做一個穩定的動作呢? 那這個問題呢其實 非常多人應該有相同性質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在有可能是車禍創傷 或者是你打籃球 曾經把膝蓋韌帶扭傷 或是你體重過重 導致你的大腿肌肉承受不住的時候 這個時候很容易是膝蓋來做代償 所以很多人的膝蓋會有一個問題 是他的穩定性固定效果變差了 導致他在有時候長時間運動的情況下 會讓他的膝蓋開始覺得沒力 而且穩定度不夠高 他會有不安全感不敢運動 那這個時候如果是去買一個護膝 或者是肌貼 我個人覺得我是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膝蓋已經有這樣的狀況 需要有外力來幫你做固定的時候 這個時候代表你不一定適合開始運動 那如果你真的已經開始運動之後 我建議是從低強度開始 不要依賴這些外力的幫助 久時候這種外力幫助久了 會讓你的身體開始適應這樣的動作 你的肌肉會開始越懶的出力 因為這個時候你只要有護膝的保護 積貼的拉扯 就可以讓你膝蓋不用用這麼大的力氣的情況下 你的肌肉就會開始懶惰不用力 那時間久了之後 你身體就會適應這樣的狀態 你的膝蓋跟你的大腿肌肉 就會越來越頹廢的情況下 就會開始越來越沒力 所以我給大家的建議呢 如果你們真的有相關類似的問題出現 盡量是重新建立你的肌力 讓你的發力結構是正確的 當他的發力順序是正確的之後 對於你的原本創傷受傷的這些部位 他會有更好的保護效果之外 你也可以不用依賴這些外力的幫助 就可以繼續進行原本你希望可以做到運動 那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比較長久之際 不然你覺得你要帶呼吸一輩子嗎? 所以我不建議你們去做這些事情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分享啦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如果你對於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的相關跑步課程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